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贏了 子丹和泰国拳手的那一场都很厉害 这么迫在电梯里面 绑坏地打打打打打 真的很容易弄傷的 我已经算小事了 泰国拳手的拳 真的就是这样拆了过去 他们真的打得很厉害 打我 还有包括最令人关注就是 叶敏强战拳王 加上阿伯爺的高难度设计 又发挥他的拳王最好的一面出来 泰神的加入很出奇不已 想不到有机会见到他真人 他在彭音志丹的一场很重要的动作戏 这面很快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动作剧场 所以我正在招待这个行动 我正在学习他 我正在听他 他指导我什么要做 我正在听他招职 他告诉我做这个 大家都知道他是拳王 你知道他的拳是几重的 几百磅那么长 所以跟他打是压力大 因为一个不留神就是当做KO 我还记得有一场我跟他打 就是他的拳来得很快 我真的笑得很快 我感觉到他在我头发那里挂过 差点了 快点了 其实最好看 当然是结尾我和阿扎准打一场 第一次跟他做对手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对手 最后那场经典的勇春对勇春 这场打我觉得是 打出了很多勇春的味道出来 没有花哨的东西 基本上整场戏没有掉位 真的是勇春的东西拍在里面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 应该是恩兵的这场打 而且他在动作方面也可 可以带给观众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这次呢 我有信心会练得更加老年 和更有感染力 希望大家都是多多支持 多多鼓掌 这次呢 这次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